今晚 開戰吧 我就說 為什麼 男人已經夠廢了 當了老公更廢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怎麼會 我們男生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哪有廢 怎麼樣 怎麼可以廢 這樣子也不過超過五分鐘 就 廢 你看就拿下廚這件事來說好了 好不好 男人當然願意下廚當二廚 是最感人不過的事情 就拿我姐妹前幾天好了 她說她要煮飯 她老公主動到廚房要幫忙 好 感人了 就當二廚的意思 對 當二廚 你知道我們也不敢交代什麼 太笨重的工作對不對 或太複雜的工作 對 就叫她去拍蒜頭 拍蒜頭簡單 你就拿個砧板 蒜頭放在上面 然後拿個菜刀 有沒有 簡單不過了對不對 好痛 然後她就拿起手機來拍蒜頭 到底 所以說 是廢老公太過折磨人 還是人群們的修行不夠高呢 那不是 那她真的 在頭爛拍 那就是 那是老公真的廢 對…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今天歡迎視頻 永遠做過我們的賣命人群 好 苦命… 苦命 苦命 看起來就很福泰 怎麼會苦命 對 我們是母種 我們是累到水種 累到水種 真的 我們這邊都是老四輩說廢物的那種 廢財的那種 廢財人夫 不能說廢財 要廢財 我們不廢 就只是說他們很常會問一些 我們不知道怎麼回答的 就前陣子我PO了很多的圖 就說老公在家的 這個很多廢的問題 譬如說半夜睡一睡 老婆起來要去廁所 老公就會說你要去哪 你要幹嘛 我能去哪 你猜 半夜 對啊 或是說你看老婆滿手的東西 然後說 對 廢話 對 他們就要幫忙 他們都兩個是出發的 那這個廢 這個太誤比貼了 對嘛 怎麼好像你們疑似 不覺得這些問題有問題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口頭上的 問候一下 沒有人問 來 不是 這又是好問 滿手東西你就去幫忙 你要問幹嘛 對啊 就直接拿 對啊 一把拿過去更帥 還要問 我們不用不用 不用說脫掉褲子來說 需要幫忙嗎 有些事是自動自發嗎 需要 不是 像我老婆 拜託我很快 我老婆每次拎一堆東西 我說我來幫忙 不要 我這樣拎著 不然手一放掉下去 那壞掉不是 因為我們就是不信任你 你一定 你一定前面有一次去幫忙的時候 然後弄的東西都掉了 對 真的 不能因為一次的錯誤 你就抹煞我對你 對啊 不能一次的錯誤 我一定是很多次 對 真的 我們之前的理 我們今天怎麼講都講不過 對 我們老公還是董哥 對 網友就講了 就是沒結婚了 老公都是神隊友 婚後老公都變豬隊友 真的是 甚至有網友說 婚後的眼淚 都是婚前腦袋進的水 對啊 那麼嚴重 真的 可見網友 有多麼亂談那個婚後 一個差都沒有 要都廢了 好 一開始就要問一下大家 這老公都只是會講廢話 幫了忙 還會講更忙的豬隊友嗎 對 就是 是 豬隊友 對另外一半充滿了這種恨意 真的 因為你們真的太廢了 沒辦法 因人而異 我們是因人而異 但志勤不能說以天蓋全 對啊 我們該努力的時候還是有努力 對 沒錯 對不對 為了小孩 對啊 我們也有在努力 例如說 我們就會主動脫肚子 對啊 收 對 是不是 說不出來吧 你看 所以我才說 婚姻就是一場修行 就明明在眼前的東西 還要開口說 什麼都找不到 什麼都找不到 我昨天想說 看腳本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說 就是還是告知她一下 我會講什麼東西 於是我就跟我老公說 老公有什麼肺的問題 然後就是你可以就是 給我講的 讓我上節目去表現一下 犧牲你一下 他說 可是我呼吸很好 沒有什麼肺的問題 你們要走開 你就要走開 你不覺得很幽默嗎 走開 這好啊 這好笑啊 這算我很有情緒啊不是嗎 然後我瞬間就 沒事 那我沒問過 不好意思啊 就好像老公去那個超商買煙嘛 他買回來 然後還 手上他拿了一瓶飲料 老婆問他 你為什麼有飲料 你不是去買煙嗎 會員送的 會員 會員是誰啊 有沒有 會員是誰 因為我就是 超商的會員 他會員有送啊 對啊 所以就聽起來 好像很多網友 應該有很多老公廢的問題 真的有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趨勢民調大數據合作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你掌握最新趨勢 由情報戰特派員西捷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有網友其實就常常分享說 男人在婚前 找不到東西都會喊媽 但是結了婚之後就會找老婆 而且他們開口閉口就問說 你在幹嘛 我們先透過趨勢聲量大數據 整理出來了這些老公們 最常問的廢問題 請現場的人妻們 先暗暖一下你的怒氣 我們看到包吵這一句 就是明明看到你在追劇 他還是問你說 老婆你在追劇嗎 再來這一句是這個 請問聖菜放哪裡 垃圾要什麼 垃圾要到嗎 還有這個 59萬聲量的這些是說 老婆你買這麼多東西幹嘛 這些是你買的嗎 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 再來是問說 請問老婆 褲子在衣櫥裡嗎 這個有高達71萬的網路聲量 但是來到137萬的聲量 這句話是說 老婆你去廚房做什麼呀 你在廁所幹嘛呢 真的 好慘喔 請問各位人夫們 你們用點心好嗎 明明眼睛就看得到了 不要再問這些蠢問題了 我看到這些我也怒了 不是 因為有時候 我們也要上廁所 我們才會問你說 你現在在幹嘛 我們才要算說 你大概要待多久 如果人家滑手機 我可能要找別的地方去上廁所 他在裡面做料理 他還在幹嘛 廁所裡還能幹嘛 要不然就是吃完了之後 他說這要收嗎 不用 好不好 本來就是要說這真的好慘 到底這有什麼好問的 真的 廚餘要到嗎 就到你肚子裡好不好 不然呢 你就抱著他睡覺 是有什麼好問的 你好好陌喔 像我自己沒有開車 我就是可能騎摩車 或騎腳踏車這種 下雨天他應該自然而然 就應該是自己就說 我要去接小孩了 他還會問我下雨天問我說 今天誰接小孩下課 你剛剛講國安局的人啊 那雨這麼大 當然是你去接啊 尤其是像接送這種 像我跟我婆婆 常常都會去比如說市場買菜 市場買菜就是很重 市場又很遠 他常常就會比如說 打電話給他 我說可以來接我們嗎 他說 沒有公車到我們家門口 也沒有任何捷運高鐵到我們家 沒有三鐵共共 就是 然後走進浴室裡 比如說像我們就有時候 要幫小孩洗澡 走進浴室裡地板很濕 難免小朋友在玩水 就會弄 他說為什麼地板這麼濕 剛剛他們在幹嘛 你不知道 我就說 難道是我水流到這樣子嗎 對啊 這麼濕你就去拿床板來拖 對 擠完澡之後 多多少少上面都會有水 他其實就是希望我們刮掉 他就會說怎麼可以弄到這麼濕 然後呢 我就會覺得 哈囉 最近一次是晒衣服 我已經在後面搜 他說這些衣服要搜了嗎 我說你自己不會摸摸 看到已經乾到 已經就是已經硬掉形狀 就是晒到乾到去掉 我跟你講 他們永遠會問兩個問題 就是洗完了之後還在洗衣桶 他說衣服要晒嗎 不用 你就放到發霉好了 對啊 什麼問題啊 然後晒出來的時候 晒乾的時候要搜嗎 不用 你就讓他讓風吹走 衣服要隔嗎 床單要換嗎 廁所要掃嗎 馬桶要弄嗎 這個要收嗎 對 然後我上完廁所之後 可能有時候 他可能剛好飄進來 忘記沖水 他說水要沖嗎 我真的忘記 沒有 老公 只是有點懶而已 不需要問 這事情就是 你覺得自己應該做 就做了 你幹嘛問 對 兩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 是不是 第二個其實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潛意識的 沒有任何意義 沒有任何意義 你的潛意識就是想惹禍我們 你不是惹禍就是 我要去小孩下課嗎 就是 如果是我就是說 你今天你有事要忙嗎 一定是有什麼東西說 那誰接 因為可能我今天要錄影 我可能沒辦法在那個時間點 可能是這個原因 如果排除以上 就是神經病 你可以問他嗎 你的車 你的車要不要加油 我跟你講 你的車要不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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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車要不要可以轉嗎 這種車要不要可以轉嗎 我跟你講 這個檔可以打嗎 你的車這樣踢會不會凹 怕很多車子 對 拿鑰匙這樣刮 這樣會有刮文嗎 對 我也會 對 對 對 學起來 你就用另外一種另類的 跟他講 真的 對 而且這樣自己荒唐 可是真的有時候他們就是一個 你知道 像你講的前意識 就是你有時候去餐廳用餐 他說來用餐嗎 對 不然加油 不然呢 我沒有借廁所 真的 很多加油 知道你約會是加油嗎 我說不然來兩個大分寶 真的 更誇張的 真的是 他說加油嗎 可能是借次 對 然後明明我騎摩托車加油 那個加完油 他加完就說 要不要 你現在 他就用卡嘛 弄完 你可以換一個雨刷巾 我知道 你是騎摩托車嗎 用什麼雨刷巾 真的 我不懂 小哥姐 我是說真的 他就是前意識 他也不會有任何意義 他也不會觀察你是 你騎摩托車的 這雨刷巾 要噴哪裡 都是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問一些 你們覺得是廢問題的 是 正是因為不得已 因為環境所畢 你問過什麼問題 因為我跟我老婆 年紀差有點多 我差了十六歲 我丈人跟我丈母娘 大我沒幾歲 你知道嗎 大我七八歲 然後阿姨比他媽 又小個幾歲 那不是大我兩個三歲而已嗎 他說 阿姨 叫阿姨 我說 看起來跟我差不多 叫阿姨 當然叫長輩那OK嘛 換他表哥 堂哥 都大他一兩歲 他說 哥 然後他就 我就在旁邊 看起來跟我兒子一樣 完了完了 要怎麼叫 然後他說 快叫快叫 老婆比他還小好幾歲 天啊 我跟你說 我年輕時候衝動一點 我都生得過他們 你懂嗎 懂那種心態嗎 懂 所以 對 一直就對我 對我說 我也要叫大嫂嗎 我說叫大嫂 你不叫大嫂 你要叫什麼 我就說 大嫂 對 然後我老婆就把我扛到房間 以後不要問這種廢問題 我叫什麼你就跟我 可是照理來說 應該叫備份 備份 我跟你講這個不算什麼 我願不叫我馬哥 你母比小嗎 為什麼 我岳母73吧 岳父77 他們都叫我馬哥 其實這個都是 習慣而已 像我布丁姐姐是藝鳴啊 所以你還是要叫我姐姐 對 對 一樣 對 我說這個廢問題 但是我覺得我老婆也是滿廢的 對 像那時候我剛結婚之後 她來台灣住 那碰巧 她剛來住我 就接了一個大陸的連續劇 我要去那邊拍兩三個月 我說那你在家裡 你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嗎 這三個月 她說你放心 你好好去工作吧 那我就去了 然後去大陸 沒幾天她打電話 她說老公 經過樓下的管理室 管理員說要繳錢 我說要繳什麼錢 她說要繳管理費 什麼叫管理費 管理費就是繳給社區 然後大家統一給 維護什麼社區的清潔安全 這些的費用 我說你大陸應該也有 她說我沒有聽過管理費 她好像叫物業 對 後來想想 我聽說好像是物業費 你去問一下 對 她就問她爸媽說 真的耶 他們家有繳物業費 我說這就跟台灣那個 管理費是一樣 我說好 那我懂 然後隔兩天她打來 老公 有一個人跑來我們家 說打你電話打不通 打好久 說我們好久沒有繳那個電視費用 你看 你台灣看電視也要繳錢 我說我們有裝電線 當然要繳錢 因為大陸是儲值 對 我說你們大陸不用繳錢 她說不要 我從來沒有付過錢嗎 他們是用繳錢 我跟你講 因為是因為她爸媽 都是她爸媽在付錢 他們沒有繳錢 他們有接鍋的話 可能就... 所以你怎麼會拿來 喘問題講 這是文化不同 對 你怎麼... Oh my God 不是 那你使用者付費 不管你做什麼 你用水是不是要水費 用電也要電費 那你拿這個來問我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有時候他可能時空的背景 他沒有處理過這些事情 對 他沒有處理過 這一點我們是站在你老婆那裡 對 對 你這個其實基本上 你少做了一個動作 再跟她結婚前 你要做個職前訓練 對 應該是要把家裡 比如說你出去了這幾個月 要繳什麼費用 跟她講 定期什麼時候講 這就是你的錯 不會是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這個是 合理 但是我這邊是完全贊成 我們之所以讓 我們不是費 有時候我們是讓老婆 有一個可以表現的機會 哇塞 沒有 因為我們不能 沒關係我們喜歡低調 我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攔在自己身上做 沒關係你攔去 對 可是我說真的 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馬哥如果說你這樣做 其實會把我自己累死 我跟我老婆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 唯一會引發吵架的點 並不是我問了什麼東西 是因為我的口氣 也因為我個性比較急 我爸爸是軍營人 我們今天要出門 他還在摸索什麼 我都已經在外面等了 他還在說 我說 我都是口氣的問題 我就說 因為我會有點 因為 我是一個 不是... 不是... 我說你還在 因為我其實常常吵架 我都說 他說你能不能口氣好 我承認 我老婆對我從來沒有說 你好了沒有 你現在在幹嘛 對啊 其實你不用... 但是我後來知道 其實口氣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多點耐心 可是有的時候 我老婆 我也沒有說 趁著這個節目講到的不好 她有時候明明就已經知道答案 她還要再去問一次 我們譬如說 我們今天要去吃一個某某餐廳 我就查 我說我已經知道了 大概怎麼走... 那我們下... 出了飯店 她還在會問Dome 待會兒那個怎麼樣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剛剛都已經問過了 我們已經查過了 你為什麼還在問一次呢 她說 她就是潛意識 就是不信任你啊 沒有 她就是想要... 她就是想要看一看 然後就是想要講講話 譬如說我們去餐廳看菜單 那你就吃義大利麵 海鮮義大利麵 那我就吃墨魚麵 加個蛤蜊濃湯 好 那就這樣子了 點菜 人家一來 要吃什麼 我想問一下你們什麼 麵比較好吃 你很莫名其妙的 潛意識她就想要給他哈啦 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我聽起來 是你很自私化規定他要吃什麼 不是...我們都已經討論過 而且他有時候問問題 就剛剛我講的潛意識 你確定有經過討論的內容過程 有 我們有討論說 你要吃什麼 那你要什麼 那都你做主... 因為他要選擇障礙 真的假的 不要笑 真的 天啊 他不知道要選水果的 還是要選黑森林 那就一起買啊 因為人也多 因為人手不短嘛 對... 然後... 要不然多擦幾片 拜拜 不是 然後他常常會問 潛意識 潛意識 他就問 剛剛誰 我說 沒有 我下禮拜要錄今晚開戰吧 下禮拜幾 我說下禮拜三 過了大概一天兩天說 你下禮拜有沒有工作 我說 我有跟你講過 我下禮拜三錄今晚開戰吧 好 到了當天 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錄影 我要錄影 他說你要錄影 我說對 我今天我也跟你講過 我今天要去東森這邊去錄 今晚開戰吧 好 幾點的 我說待會兒就要錄兩點半 三點 回到家 今天你是錄 你今天是錄那個什麼 我說 今天我講過 所以當人家問同樣三四次的時候 你就會有點 我也會 我不是已經跟你講過了嗎 對 我也會 他說 我只是問一問 你為什麼有必要發這麼大 我說那你問這要幹嘛 沒有 我只是想知道 但我跟你講 你又不近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我後來發現 他這個事情 對他來說不是重要的事情 不是那麼重要 對 我們是機車族 我們騎在金山南路 他跟我講說 這個金山南路 是不是就會一直走 就通到金山馬上 莫名其妙 然後我就看 然後我就破門說 中華隊因為棒球 我說因為山局下 投手遇到亂流 以至於最後隱恨 他說 亂流是天氣不好 所以就沒辦法打了 是不是 你 好奇怪 所以馬跟你剛剛講的是說 你看他會一直重複問問題 問個三面五面 都是覺得厭煩而已 對 但是我的這個重複問問題的話 我跟你講 心態 心態 問什麼問題 是這樣子 像我老公也很喜歡看電影 那我們兩個有時候就一起看 看一看之後 他就比如說 有一次我們再看一部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電影 他看一看就自己在那邊這樣 欸這個法國大革命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他丟問題出來 那我就會把他接起來 我就想 嗯好那我來查一下 我會查答案給他 我跟他講說 這個答案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在旁邊這樣聽 然後眼睛還是看著電視 然後想說 那他就接收到他想到的資訊 就對了 結果第二天呢 我們要跟朋友聚餐 結果聚完餐之後 我們就去喝咖啡嘛 咖啡閒聊的過程當中 他要把同樣的問題拿出來 問他的朋友 他說欸 那你知道那個法國大革命 是怎麼樣發生嗎 我們昨天看過電影啊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朋友就這樣子 開始查資料 發生到跟我一模一樣的頁面 對 一模一樣的內容跟他講 然後我老婆說 原來是這樣子 我老公反應好大 沒有 所有的問題都這樣子 老婆講的話都是 別人講的話更是小 對啊為什麼 我也發現這個問題 比如說老婆說 老公其實我們可以辦個小旅遊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那很麻煩 而且像我們也沒有車 行不說你要怎麼去 可是當別人 譬如說小禎跟我講說 可是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帶孩子出去外面走一走 我就回到他跟他講說 其實我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所以這個 所以我 這個我承認 這個我承認 其實我承認 為了反對 也不是 就是沒有把人家放在心上 對 對不對 反正老婆講了什麼 我就是反對 是不是就是一個心寒這樣子 然後後面 像剛剛那個馬哥也有講到 有時候你也是要讓對方 好好的表現一下 我想我老公應該也是在製造這樣的機會 所以他有時候有些事情 他就會想要問一下 我的意見 我的想法是如何 他想尊重 所以他就會問說 你會不會覺得那個 那個 對 就這樣 對 就這樣 就這樣 不是 他問的問題到底是 沒有問題 我覺得他這已經是 你腦海中的橡皮擦了 他是想跟你互動而已 在家裡可能不太喜歡動腦 而且有時候突然間是想到 想問 一下就 算了 因為有一個說法叫做 Brain fart 就是你腦袋裡面放屁 就是突然在 一下你腦袋 剛剛有的全部都被抹殺掉 對 我老公常常就會這樣 腦袋就會放屁 Brain fart 大家學起來這個 真的 我老公就後來 他常常都會這樣子 他每次還是會想到什麼 就會 他說我跟你說那個 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說我不知道 你自己上網去查 然後他就這樣 我也只是自言自己而已 他就開始耍賴 好帥喔 他很可愛 其實很可愛 哪一個 煩死了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 大概從哪個角度看 他會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看你 也許你跟老公 相處太久了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故意弄到他說 我覺得 講 沒有 講 電子關掉 講 講 你這樣很兇耶 他就講 就很想玩 我就會這樣 我說你講 你問 你真的很兇耶 他說我真的想不起來 現在就開始想 講 你仔細想 剛剛你說 你覺得什麼 就是這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好 反正我就是覺得很討厭 你如果沒有想要知道我的意見 拜託你不要問我 沒討沒問 如果你自言自語放在自己的心裡面 你不要拿出來 我們今天調查的 還有一些讓人妻 砍不下去的一些廢材 人夫的一些事件 來 寫細姐 好 我們透過今晚開 這場觀眾粉絲團 還有靠杯婚姻的社團 就整理出了 有一些人夫的日常行為 卻是老婆們想要求救的時刻 包括像是第四名 就是老婆在做家事的時候 老公就會問說 你在幹嘛啊 你不累嗎 好 還有這個第二名 老公常常問說 請問老婆 雞蛋是在冰箱嗎 褲子是放在衣櫥裡面嗎 有網友就分享說 其實老公根本就是一種 聲控的生物 所有累的活飾 全部都是老婆們一手包辦 另外還有第三名 是老公好不容易可以去洗個碗了 但是下一秒就打破碗了 有一個老婆網友就分享說 他們家的衣服 常常被老公洗到染色 衣服都丟光 沒有衣服穿了 他才下定決心 不要再讓老公碰洗衣機了 所以就問問大家 真的就是讓老公做十件事情 有九件事情都出錯 真的是災難無止境嗎 我相信是 對啊 太多在做家務的時候 我問妳說妳在掃地嗎 沒有 這OK 這OK 你以為我是灰姑娘是不是 這個OK 要不然就是打掃完整個家裡 就說辛苦了 不累嗎 累不累要不要幫忙 我都打掃完 不然呢 好累喔 真的是假講的 真的是雞講的 真的 像我老公就常常會搞這種事情 他會習慣把吃完的便當盒 或是那種包裝盒 或是喝完的飲料空瓶 或是他會裝來冰水的那個飲水瓶 喝完空的 幹嘛啊 沒洗也沒幹嘛 沒有洗 他就是用個塑膠袋包得好好 就直接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這樣的意思是 等我來的時候要幫妳整理 幫妳丟掉 對 我說妳這個為什麼不丟 他說沒有啊 他說這個便當盒 裡面油油膩膩的 那洗了又會浪費水 或是洗結晶 因為它裡面有膠膜嘛 這又不能回收幹嘛 他說所以我就先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這樣他就不會發臭啊 也不會被那個什麼 蟲子來爬或幹嘛的 我聽一聽 我覺得蠻合理的 一直到我們結了婚 然後我們那時候搬家嘛 有一天我拍完戲來 大概是三點多回到家 肚子很餓很餓 我就想吃東西 然後我開了冰箱 給大家拍一張照片 我整個傻眼 這是什麼 你有看到我傻眼的照片嗎 我臉上的妝 對 我臉上的妝都還沒卸 我是把我的手機 放在我的冰箱裡面 往外拍 我剛拿的盒子是空的 下一張照片 那個盒子是什麼盒子呢 那是什麼 我個人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因為我很喜歡剝柚子 我就把柚子敷得一片一片 漂漂亮那樣 發在水果盒裡面 很舒爽 對 然後他就把空盒子放在上面 放回去自己 為什麼不把他洗一洗 而且他的後面轉身 就冰箱的正對面 大概你知道距離 大概120公分而已 就是洗手台 為什麼不洗 這個我會 為什麼 他可能是 他會不是以前做過道具 就是要聯繫還是 對 做一個過道具 對 對 是不是 這個我就真的不曉得 我百思不得其解 這件事情 到底是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改變 一直到多年後 我在新聞上面看到了一篇 有一個人妻 他在爆料公社寫的文章 他就說 他的先生老師會喜歡 把喝完的紅茶瓶 通通都放在冰箱上面 然後有一次 他裡面是在放到快半打 他受不了 他就跟他老公講 他說 可不可以拜託 你把這個瓶子拿去丟掉 一天到晚放在那邊 你不覺得很... 愛演嗎 是空瓶子 他會說 老婆 我跟你講 這個瓶子啊 是一個都市傳說 你只要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七七四十九天之後 他就會找出新的囉 那見鬼了 見鬼了 沒有 是真的 我老婆也是 但他不會把空瓶子放 他就是 東西他永遠都不會把它吃乾淨 就是紅茶手搖椅 有一點 我說你還要不要 他說我要 可是已經放好多天了 你不會喝 鋁箔包的牛奶也是 我說我怎麼 就不把它喝完 對 但是周杰倫很多東西 放了好多年 他一直在身邊 就很... 很多人都覺得 人夫不喜歡打掃家裡 但是我很喜歡 我們家裡什麼 洗衣 拖地 洗碗 全部都我再做 然後我老婆就 他就負責做飯 他很會做飯 有一次 還醒 然後回到家 我老婆吃完了 碗盤什麼 結果丟到水槽 可是我太累了 那我想說 那我放到明天再來洗好了 然後隔天工作回來又很累 然後我會看到 又疊了一層了 然後我想說 沒關係 那我等明天搬少一點 再來洗 對 然後隔天我會回來 我想 疊這麼高了 我想說 那應該要洗 我就覺得你袖子要洗 我老婆就說 老公 沒關係啦 你放著 你這麼辛苦的去賺錢 那老婆也要盡一點心力 去睡覺 再碗盤 明天我來洗 我想說 老婆現在這麼懂事 我說你可以嗎 他說可以啊 洗個碗算什麼 然後隔天我回去 碗都洗好了 都收起來了 我覺得很棒 從那開始洗完 那一天以後 我就覺得 我們家碗盤 天天都有變化 今天可能是 黃花的 過幾天又變成 紅花的碗盤 再來就是素的 不然就仿青花籽的 我說老婆 我們家那個碗盤 怎麼越來越多 他說對啊 我就喜歡多變化 他可能是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七七四十九天 他是不是有變化 不是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買了很多套 那我想說他喜歡多變化 那就買無所謂 有一天 就一群朋友來家裡 要吃飯 那我們桌上不是 擺那個碗盤嗎 對 正常我們會擺一整套 都是一樣的 對 拿出來擺有紅花的 有黃花的 然後各樣的 顏色不一樣 大小不一樣 我跟我老婆說 為什麼我們不擺整套 說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看 你不要問那麼多 然後我想說 多樣性 他喜歡就好了 晚上睡覺睡到一半會覺得 不可能 通常都 我老婆做事就一板一眼 會把牌的整整機器 不可能牌的亂七八糟 然後各式各樣的碗盤 大大小不一樣 然後我就去翻那個碗櫃 碗盤通常都是有五六組 然後打開五六套 每一套就剩一兩組 破了 根本抽不出一整套一樣的 很怪 我就問我老婆說 你不是買好幾套 每一套都五六組碗盤 那五套應該有二十幾組 他說 我說 為什麼 他說 為什麼你碰那麼多 你不跟我講 他說我本來是想要跟你講 但是我怕你生氣 我說我不會生氣 我乾脆後來再買個洗碗機 我說你不要再這樣洗 對 聰明 洗碗機最好 後來我在想說 我可能上當了 怎麼 他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讓我洗碗機 你知道嗎 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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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換美奈米的就好啦 做家事基本上還是要有點天分 要 他洗過碗 但是我就覺得 他洗不乾淨 洗完了碗 我一定會摸 就是會有沒有 要乾淨 我說老婆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你不要洗 我來洗 因為我洗得很乾淨 他也不會廚藝 他不敢摸生的肉 然後我就說 我說老婆 我說你不能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去拍戲 你不能永遠都叫外食 不是錢的問題 就說這樣不好 太健康 健康 你可以練習慢慢做一點簡單的東西 我有一次回來 他說我今天下廚了 我說下廚 我一開 他說你看看什麼 我說一開 我說這鹹麻麻麻 他說蛤蜊絲瓜 蛤蜊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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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 他說他刷得很乾淨 切得很薄 絲瓜不能切薄 絲瓜一切薄 裡面的肉都化掉了 就剩一條條綠綠的 蛤蜊絲瓜 他說他去做蒸蛋 給小孩子吃 蒸蛋 水量抓不好 他蒸蛋打開是 一樣是湯啊 蛋湯 我就說老婆 那以後你就不要做了 我來做 我做得又快又好 因為我看到你這樣做 我會 我心情就不好 這怎麼吃 要怎麼吃就倒掉了 為了夫妻何喜 家裡不是講道理 是講愛的地方 但是你多問幾次問題 你是誰 不要超過生氣 還是會生氣 我們愛也是會磨光 對 好啦 剛好還有最後一名沒講到 有 對 榜上還有第一名 就是跟老公千叮零萬交代的事情 他一轉身就忘記了 有這個網友就分享說 這個老公永遠只記得他們的工作 小孩的上下課時間 或者是家裡面的事情 他們永遠都不記得 要提醒他們還會被嗆 所以就要問問大家 你們同意就是 女人一婚是傻三年 但是男人一婚就是呆永遠嗎 呆永遠 我覺得我老公是訓練我 很會理財的一個天才人夫 又有管錢嗎 跟我拿錢的時候 我總覺得不行 我覺得男人要給他一點面子 乾脆錢給他管好了 那不然就趁我要出國的十幾天 好好的就是交給他看看 那我就說 老公如果我出國的時候 有兩張信用卡跟水電瓦斯 如果寄來的話 因為差不多就這個時間 因為他還沒寄來 就寄來說那麻煩你去繳一下 差不多只有二十天左右的時間 拿到就差不多剩二十天了 他就說好 我說如果這一次如果OK的話 乾脆錢都給你管 我其實很不喜歡 我喜歡跟男人拿錢的感覺 他說好 交給我 我回來的時候 他就很開心 然後看我的行李箱 他說你買了什麼 我就很開心 把我買的東西給他 回來換SIM卡的時候 手機滑開 信用卡沒繳 是哪一張沒繳 可能晚兩天 我說老公你信用卡繳了沒有 會...我會去繳... 我也是會去繳 我說他已經通知我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冷靜 反正委約個十五天 或是晚繳個十幾天 不會怎麼樣 我說老公 單子上你的妹妹 對 他說那你記得去幫我繳 你明天就去幫我繳 他說好 OK OK 我去繳 過了一個禮拜 我又要接到 你確認一下有沒有繳 如果沒有繳的話請 有繳就忽略這個訊息就對了 我就再問我老公 你信用卡繳了沒有 他說繳了... 你繳到哪裡 我說我還是有收到 他說奇怪 我繳了 我想說不對 不同的 我說你另外一張繳了沒 他說可能夾在車子的縫 我第二張還沒繳 好 第二張遲到了快要十一天吧 那我就想說算了 沒關係 反正就也無所謂 還沒一個月 會扣點密息吧 對 差不多過了一個多月吧 已經都回來滿久了 突然間我就收到 那個一樣是電話簡訊 就說你們... 意思是說我們家 快要被斷水斷電的那種概念 然後我就說你有收到帳單嗎 他說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我說那你到底哪去哪裡了 那因為那個帳單就是要去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iPhone 可以去立印 你就要打電話去要幹嘛 他說小姐 再兩天喔 那你要記得今天趕快講 我就心裡想說 九十交代給您一些小小的事情 怎麼都可以弄成這樣 對 我就 好 那我就又想說 好吧 那我錢給他管好了 還是要給他弄嘛 對 他只是一個忘記而已 怎麼那麼放心 我就把我的戶頭的密碼 告訴他說接下來交給你管 我以後每個月就是跟你時報時銷 結果過沒多久 他說老婆錢沒了 我說錢為什麼沒了 他說我就想說小朋友想要買玩具 那個誰想要買什麼 然後小石頭想要買一台電腦 我卡就給他刷下去 因為他自動扣款之後錢沒了 然後我就說錢可以給你花 然後我還說 我也是覺得 凡經期的 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變理財高手了 他真的 他對起來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志鵬哥 你老婆也是這種健忘嗎 我老婆看事情 但是有時候常常對我的事情 他都 對 對你的事情他都不記得 好悲傷喔 悲傷 你如果要這樣 你是誰 我還希望這樣好不好 我還可以出去溜搭溜搭 沒有 我記得前幾年就是 有一次我拍戲 然後把腿摔斷 然後有打鋼筋 他痊癒之後我就要把他取出來 因為那時候在拍戲很忙 所以我就請我老婆幫我安排 那個就是我要拆鋼筋的那個事 她幫我約好了 照預約時間 然後我也去醫院 然後給醫生檢查一下 好 OK 我們可以來拆了 然後拆完之後我就回去休息 隔一天我繼續去工作 就這樣工作一個禮拜 我老婆有一天就說 老公 走走走 走 我說 去哪兒 走啦 然後我們就開車出去了 我說 要去哪裡 去醫院 我說 你是不舒服嗎 你忘了 你不是要拆鋼筋嗎 你不是腳不舒服 然後我就自己還 我那時候自己來拆 我還摸一摸 我拆了沒 那傷口也真 是我記錯吧 你傷口還在 你摸還會痛 然後我自己拆過 我自己呢 並開車 自己跳一下 我說我們上個禮拜不是約好 我們去看過了 他說哪裡 他又把我腳撩起來 對耶 你傷口還在 天啊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 我一直覺得 你要去拆鋼筋 我說我不是鋼鐵俠 我身上沒有那麼多鋼的東西 之前還有一次 我說 我明天早上七點的班 如果你有起床 上宿所來幹嘛 送小孩 你叫我 好 隔一天 他就叫我起床 老公起床了 去拍戲 拍完回來 半夜很晚了 我就跟他說 老婆 我今天終於好好睡覺了 好 你讓我睡 然後隔一天 他七點 老公起床了 拍戲了 我說 我今天休假了 他說 你不是 跟我說 你今天早上七點要拍戲 我說那是昨天 你叫過了 對 我跟你說 好亂 好像是 常常這樣 他自己事情也很多是不是 不是 我就覺得 他對我的事情好像 不是那麼的關心 我的老婆是馬上會忘記 所以他常常跟我講說 他說他吃我們 譬如說我們最近要吃排卵藥 或幹嘛 他說老公你幫我記一下 我有吃藥 早上有吃藥 因為早晚要一次 會忘記他有沒有吃藥 這個 對 他有時候忘的事情是 譬如說上大號 你會沒有沖水 這個有點荒唐 一乳店沒有拆掉 就直接內衣去洗 你知道嗎 很奇怪 然後 覆電沒有拆掉 覆電 那我說你衣服給我洗 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把東西拿出來 後來我發現幾次 罵了幾次 也是因為不高興 我說你過來看 因為整鍋的衣服都是 通常不是洗衣服那個要檢查嗎 對 可是 對 好 對 都是我對 可是我沒有檢查 我沒有檢查 彷彿洗衣服那個要檢查 對 我沒有檢查他的護蝶 我應該檢查一個 這個沒有撕掉 還是你知道 洗衣服進行一個盲丟是不是 沒有 不會 後來我就覺得說算了 因為我會全部弄完 發現他又沒有撕護蝶或怎麼樣 我想 奇怪 你怎麼有個小口罩 一看是護蝶 小口罩 不要這樣講 我覺得就算了 因為我老時候我就這樣 老婆 你又忘記了 就用好的口氣看 他說 他就說 抱歉 我忘記 我說沒關係 然後我可能也有出過包 對 過年回家十幾天 後來回高雄 回來台北 我說 我家裡怎麼今天這麼涼快 我冷氣沒有灌 我喜歡在家裡滷一些東西 滷豆干 滷蛋 滷甘蓮什麼的 後來去年有 歐國杯的足球賽 我就想說 今天晚上我已經滷了乾臉 滷了這個豆干 我想說 晚上我再開著火 再熱一次 我就不冰了 泡著 然後就開了火 就開始看球賽 看到 我把廚房的門關起來 後來我就是中間休息 我一看 廚房裡面起霧了 廚房是起霧 裡面是白煙 我一開 警報馬上響 鄰居來問 是怎麼樣 我現在從那一次開始 計時器 那你老婆有說什麼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說以後小心一點 那要是他犯了這個錯 我可能就說 我說你在幹嘛 你就滾出來 你在幹什麼 對啊 小心臉嘛 吃燒餅沒有不掉芝麻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所有的事情 其實說真的 換個角度想 是啊 沒有什麼了不起 是啊 我跟我先生那交往了六年半 才結婚 再來說他的朋友 我熟 我的朋友他應該也都要熟 他彼此都是見過面的 從我們認識到最後這樣 十周年的那一天 我們就決定說 那就跟一些身邊比較親近的 要照好朋友 我們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結果一來我朋友 我老公就說 那個是誰 我說那個就那個誰啊 你不知道 我說算是我們才一起吃過飯 他生日你忘記了 他說誰 跟我要 對 是他嗎 他 我老公永遠都沒有辦法 記住我身邊幾個好朋友的名字 我承認 那你要不要帶他去看醫生 吃點醫生 沒有用 大牛哥這個沒有用 他就是因為他 他沒有用心 把他放在醫院上 我承認 不過我老公還是有很多 很棒的優點好不好 他很多事情他都會忘記 但是關於一件事情 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連不記得 他的真愛 他絕對不會忘記 他的真愛 車子是吧 我老公對於他的大老婆 用心支持 車子什麼時候要保養 什麼時候保養 老婆咳兩聲 他都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車子咕咕兩聲 他就說不行 我還是要帶去檢查一下 真的 小孩生日都不記得 車子哪一天簽的都記得 老婆在車上咳的時候 他還說你口罩戴好了 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 我老婆愛車愛到什麼地步呢 愛到包含他車上 是不可能掛任何的掛飾配件 我有時候也是會想說 這個做酒開長途的腰味很痠 我有一隻黑色的娃娃很可愛 剛好拿來當成是腰墊 剛好 我就把它拿出來用 我說這什麼東西 白衣超激烈 我說白衣超激烈 靠腰 靠腰 我就說這個不行 很娘 因為它是休旅車 後車上其實是滿大的 那它裡面也沒放多少東西 它就放一些什麼購物袋 然後它還有一個 另外漂亮的袋子 會把它折好好的放在裡面 然後旁邊插著兩把雨傘 其實我從外面這樣子 即便站在它車邊的玻璃看進去 我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它就是不會蓋的 它特別從台北開車到台中 去買一個 你知道後車廂有一個 拉鍊那種蓋子 它為了這個東西 從台北開車到台中 就去買這個回來 台北開車 只有台中可以買得到 它剛好找到符合它那台車型 平常車通通都是它在開 偶爾我也會有需求要開車 可能譬如說要載爸爸 或是我自己要去買菜怎麼樣的 剛剛我們前面都有講到 只要不關於自己的事情 或是自己不是很在意的事情 我們都很容易忘記 對 所以我就忘記加油 妳忘記加油 我就會忘記加油 妳真的講得好小聲喔 對啊 會撞車耶 不然不然嚴重 我是還有存一點點 要不然我怎麼有辦法開回家 已經就紅紅 已經到紅的極限了 這男生開車會瘋掉 對 我就被我老公罵 我老公就會說 妳是白癡嗎 妳會開車妳不會加油 妳是怎麼樣 妳怎麼沒加油就忘了 忘記加油這種這麼小 這麼白癡的事情 我怎麼會忘記 怎麼會發生在你身上 對 所以後來我就很強烈的記得說 我一定開車出去都要加油 要加油 要加油 然後有一次我去加油 就發現說 我們平常常去的 九五家的那一家有沒有 我跟你講 厲害了 因為只要在他們這家加油站 每個禮拜六你去加油 因為我們都在市區活動 平常我們的習慣就是一千塊 我們就那個九五家的加油站的 我加一千塊 你知道嗎 不管是用現金或是用信用卡 它有6.6%的回饋 6.6% 我加了一千塊 6.6% 我可以拿回來66元 那很多 它是直接把你換成點數 限責沒有 你現在是可以繼續使用 但是它會直接回存到 你的使用的 譬如說你這個會員的帳號裡面 你帳戶裡面 又或者是像我 我是有使用他們專屬的 聯名信用卡 聯名信用卡更讚 因為你剛剛講說是6.6%對不對 專屬的聯名信用卡 像我用的這一張 可以直接變成是9.9% 好高喔 成不成 就每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 每個禮拜六 記得任招牌95加的 這個加油站就對了 也是有在賣牛排的 對啦 對啦 就是差不多很多很多啦 對 反正大家就記得去那邊 然後還不打緊 他們的點數呢 你以為只有在這個加油站 可以用事嗎 錯了 他們是全台灣一間 跟數字超商有做連結的 數字超商 對 像現在超商 他們不是超商會有什麼 點數換咖啡 點數換商品什麼的 好 我們剛剛來算 如果你像我 不像我有用這個專屬的信用卡的話 你只有6.6%對不對 66點這樣子的回饋 去超商換咖啡 一杯是20點 你可以換三杯 如果有9.9%的話 你就更多 更多 你說你不喝咖啡 你可不可以換其他東西 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點數累積下來 你要去換洗車 甚至於是你可以拿到 變成是直接折加油錢 這個更實際 超級實際 不需要承認一下 我有時候腦袋也是滿ㄎㄧㄤ的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 很嚴重的紀錄就是 我以前不曉得信用卡的點數 是可以花錢的 拿來折合成現金花掉的 所以我有一年 我就狠不狠 看著我有20幾萬的點數 就到此就沒有了 對 有時候就忘了換 對 所以我老公後來就是提醒我 他就說如果你有點數 記得要花 有點數 記得要花 我就通通都拿句花 懂得這個勤儉持家 也要記得把這個累積 要到齊的點數要用完 不然真的很厭 對 像我這樣 不過說真的 廢才老公 但也有廢才老公 我們不廢 我們不廢 像這邊都很厲害 都很 對 還要幫老婆這個到 對 但怎麼樣 反正夫妻之間 就是和平相處 對啦 互相友愛 家庭才會幸福美滿快樂 或者謝謝大家的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來按讚留言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各位 又父別當喔 謝謝 謝謝 小明晨蛋喔 짠 那個 ...